它就是所謂的紅外線在做一個深度感應 它上面那個是一個打出紅外 應該是下面那個是紅外線打出來 然後上面去做接收 那透過魚眼去做環境的掃射 去做 motion tracking 那這三個 camera 加起來之後 它就能夠去實現 Tango 它所謂的一個 motion tracking depth sensor 的這個技術 進而讓它實現到 我能夠在室內去做到 所謂的 indoor navigation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2300萬畫素的那個 back camera 那它本身有防手震的功能 那我們也有在這邊的這一個是紅外線的 一個幫助你做對焦的動作 那我們的那個閃光燈是雙色閃光燈 它不會讓一般單色閃光燈拍起來一樣那麼死白 所以它會有一些暖色系的那種感覺 那除了背後的這個部分 這麼大的 module 的 design base 下面 盡量讓機身維持在薄輕的這個設計 所以我們它是一個曲面的一個背帶的設計 那在最旁邊的地方最薄可以到 4.6 跟那裡 那整個最最厚的地方我們也只做到 7.99 可能你會覺得 7.99 好像不是最薄的 可是你要講到最後的地方裡面是包含了所有 camera 我剛剛所講的那些所有的 device 全部都在裡頭 所以能夠把它壓縮到這麼小 其實對於RB來講是一件蠻難的工作 除此之外呢 我剛剛所提到我們這一次所用的 AMOLED 是 5.7 吋的 那在 5.7 吋的 AMOLED上面呢 它整個屏佔比我們的邊框做得很細 所以它的屏佔比可以達到 79% 那邊框只有窄到 1.5 1.5 我們是沒辦法做到窄邊框 其實老師說因為這個 畢竟這個要做到像那個三星的那種曲面的那個 我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一定的難處 因為它在機構在holding它後面那個 module camera 它要有一定的強度 所以要做到它整個曲面弧度下來的時候 如果邊框缺少的話 其實它在固定上面以及強度上面 會有很大很大的抗震 所以在這裡我們其實是放棄了一個所謂的 去參考這種類似像曲面的玻璃那種邊框的設計 所以我們窄邊框也盡量把它壓縮到 1.5mm的邊框那種窄度 所以讓整個屏佔比起來其實可以大到 7.9% 另外上面的 color玻璃的話 我們用的是那個 Gorilla 就是大猩猩4 那它的跟大猩猩3的差異就是它更耐刮 強度會更強 那這個所謂的比較強度跟第三代的比較 這個是由康明那邊所提出來 它們第10代玻璃就是2.5倍更耐刮 然後強度高度可以 據它們的實驗結果就是單體可以承受兩倍高度的摔弱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其實如果如果有去買到這支手機 因為目前這支手機還未上市嘛 未來再買到這支手機 其實我們還剛剛所說的這支手機因為有AR VR 那我們有做了一個給User去體驗所謂的VR VR其實現在這個東西其實不是新的 VR其實很像有在玩360 有在看360的影片 它其實也是一種VR 但是所謂的VR除了所謂的360之外 還有Google它們所最新推出的 其實在Google I.O.的時候都有提到就是Daydream Daydream它是一個全部虛擬的環境 然後透過頭盔去讓你模擬在那個 咁著,你會更多 Round2 我會逐桂程 入�ken,睡眠在一起 對方的還要尋找 其實現在這個だけ 我會選擇 去參觀 robust 所以呢 現在我們不作為